罗承算卦能活到73岁,为何23岁时就死于乱箭之下,算命大师,他干了五件蠢事。 徐茂公曾给罗承算卦,说他能活到73岁,罗承十分高兴,并且因为这句话大言丁克,那为什么他在23岁时就死于乱箭之下呢? 下面,请大家跟着包包说历史一起来了解下吧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罗承是隋唐系列小说里面的人物,外表风流倜傥,武功高强,善于用枪,被称为冷面寒枪撬罗承,历史上没有罗承这个人。 原型为隋墨唐出猛将罗氏信,罗承算卦这一段并不是小说里的内容,和历史更不沾边,而是河南坠子等曲艺类节目设计的情节,大体就是罗承一开始找了徐茂公给他算了一卦寿命,徐茂公说罗承能活73岁,在古代人能活到73就很不错了。 所以罗承很满意,还请徐老道吃了顿酒,但是后来罗承又算了一卦,那是罗承所武龙间斩善雄信以后,大唐平定了各路返王,大军凯旋回长安,罗承身穿铠甲,雄自鹰发,骑着马进城,突然他看到前面有很多人围成一圈。 正在看什么热闹,罗承心情不错,一时好奇就下了马,让手下把马牵走,还不让手下等他了,他要去看看热闹。 罗承拨开人群,一看中间有一个算卦的道士,还有一副对联写着,君子有事来问补,吉凶或福能之权,横批未到先知,并且旁边还有一个招牌,上面写着能算南山有几只虎,也能算北海有几条龙,还能算天气,总之什么都可以算。 罗承一看好大的口气,于是就说先生给我算一算,老道说,既然君爷想算一算,请给我你的生辰八字。 罗承说,我生在丁武年任五月,五月单五,五十天,老道闻听罗承站了那么五个五,老道马上算出了,罗承七岁开始学文,八岁开始练武,到了九岁文武双拳,并且连往后的事情都包括德武状元,投奔唐营,立下战功,都说的一点也不差。 罗承大惊,于是说您真是活神仙,那你再算算我的阳兽,老道听后茫茫摆手说,我可不敢算,算了怕你君爷不高兴。 罗承说不要紧,道长尽管说,然后老道说,你最多只能活到二十三。 罗承一听大怒,说道,大胆的老道竟敢胡言。 不会算不要瞎说,我兄长徐茫公给我算过了,我能活七十三,怎么到你这里就变成了二十三,白捡了我五十年阳兽。 老道对罗承说,徐茫公算你能活到七十三不假。 但是你做了五件坏事,直接捡了五十年,罗承追问是哪五件事,老道一件一件的说了出来,原来确实有五件事,罗承做的不地道。 第一件事,向秦琼隐瞒回马枪。罗承和秦书宝是表兄弟,罗承是北平王罗伊的儿子,从小练武,武功高强,秦书宝当年因为犯了罪,被发配到了北平府。 在路上遇到了杜文忠、张公锦等人物,杜文忠是罗伊的义兄,与罗承关系密切,于是两个人想让罗承母亲向罗伊求情,免去了秦书宝杀威棒的刑罚。 结果后来罗承母亲发现秦书宝就是自己的侄子,罗承母亲是秦书宝的姑姑,亲戚重逢很是高兴,罗伊作为秦书宝的姑父,当然不会打秦琼杀威棒了。 后来罗伊还提拔秦书宝做了棋牌令,秦书宝和罗承两个人,也整天在一起研习兵法,切磋武艺。 罗承与秦琼出则同行,卧则同床,形影不离,相处得非常融洽。 两人还在后花园,把自己的武功传授给了对方,罗承会使枪,就把枪法交给了秦书宝。 而秦书宝也把自己的家传减法交给了罗承。 但是罗承是个心机比较重,他怕秦书宝比他武功高,抢了自己风头,于是隐藏了三路回马枪,减兽十年。 第二件事,暴打承咬金。 想当年在贾家楼结议时,承咬金和罗承也是结拜过,承咬金是罗承的义兄,但是后来因为某些误会,罗承竟然把承咬金给打了,承咬金虽然没和他计较,但是罗承这是不尊敬兄长,所以也减兽十年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第三件事,奸斩善雄信。 罗承和善雄信也是结拜兄弟,当年两人也是并肩作战,位列瓦钢寨五虎将之二。 可是后来瓦钢寨解散,善雄信和罗承都去投奔王世冲。 罗承见王世冲不是民主,就投到了李世民麾下,而善雄信因为李渊杀了他哥哥,发誓要为哥哥报仇,绝对不投唐营。 罗承帮助李世民打败了王世冲等反王,善雄信突围出去,但是大势已去。 但二哥因为不愿意投降李世民,单枪匹马独角踹唐营。 不幸被俘,后来罗承竟然主动申请奸斩善雄信,这是对朋友的不义,因此折寿十年。 第四件事,杀妻子。 罗承有一个妻子名叫护金禅,对罗承是情深义重。 但是罗承却非常无情无义将护金禅烧死在了岳阳楼中,而护金禅在死后也非常的不甘心,所以就到阎王面前告他的状,折去了他的阳寿十年。 第五件事,醉卧龙床。 罗承投奔李世民后,一直很受重用。 但是有一次罗承喝醉了,自食功高,借着酒精跑到李世民床上睡下。 这是大不敬,因此也折寿十年。 倒是说得罗承越来越胖,最后竟然哭了起来,罗承后悔做了这些不义的事情,最后真的在二十三岁时万剑穿心而死。 那么,为什么会有罗承算卦这样的戏曲呢? 罗承在小说中究竟做过这些事情吗? 罗承这一角色最早出现在明万历年间的小说。 大唐秦王词画,姓罗明成,自是姓,很显然就是以罗氏姓为原型的。 在,大唐秦王词画,钟罗承是瓦钢寨五虎将之一,也是长相俊美。 说是灌江口二郎神转世,善于使银枪,在这本书里,罗承的枪法都是秦琼教的。 并且,罗承的武力值和玉池弓差不多,百余回合能战败苏定方,李剑成响斩了秦琼和玉池弓。 罗承劫法场救了二人,李剑成怀恨在心,设计让罗承死于周西坡淤泥河,死时二十岁。 罗承死后,还率领阴兵帮助李世民打败了刘黑榻。 所以在,大唐秦王词画,钟罗承的设定基本和历史差不多。 等到晚明小说《随史遗文》里,罗承和罗世信分开了,罗世信还是和历史上一样,瓦钢寨虎将,死于刘黑榻之手。 而罗承重新设定为北平王罗伊的儿子,并且和秦书宝是表兄弟。 在这本书里出现了仲豪杰给秦书宝母亲祝寿的情节,但是罗承没有参加。 但是后来罗承还是投靠了李世民和秦书宝一起打败了刘黑榻,为大唐立下战功。 李世民登基后罗承被封为幽州大总管,所以这本书里罗承不是英年早逝。 在小说《随唐演义》里,罗承还是和罗世信分开写的,罗承还是秦书宝的表弟。 并且,这里面增加了罗承的感情戏,窦剑德攻打罗伊时,罗承与窦剑德的女儿窦线娘大战不分胜负,两个人因战争而结缘,一见钟情,窦线娘留下罗承射来的剑。 罗承留下窦线娘打来的金丸,以此来作为定情信物。 后来罗承又认识了花木兰的妹妹花又兰,两人也是相互喜欢。 但是罗承是正人君子,虽然与花又兰同床共枕,却不曾碰对方,直到后来罗承找到窦线娘。 罗承才把两人都娶了为妻,并且两位老婆各生了一个孩子,皆大欢喜,罗承以后没有再出场。 直到,说唐全传,出现,罗承才慢慢的黑化起来,作者把罗承设定为第七条好汉,并且取消罗世信这个角色,罗承还和秦书宝是表兄弟,并且罗承参加了为秦书宝母亲祝寿的一段。 还加入了罗承与善雄信的矛盾,再说唐里,罗承武功很高,善于破阵,开始有了罗承秦武王的情节。 当然罗承最后还是死于淤泥河,还为了突出罗承有心机,加入了罗承向秦琼隐瞒回马枪一事。 罗承完全被黑化施在《星堂传》里面,这里面也有罗世信,但是罗世信被设定为憨厚的猛将,罗承虽然还是俊美少年,武功高强,但是性格上罗承变得心狠手辣,为人比较阴险。 比如加入了罗承为了破肠蛇阵,骗取义父丁雁平的阵法,评书中,甚至罗承逼死了义父丁雁平。 在《星堂传》中,连罗承的表哥秦书宝都看不透罗承,并且秦书宝认为罗承脾气不好,心高气傲,不好接触,破童其震的时候,罗承是内应,但是秦书宝都怀疑过罗承,后来两人关系变好,从《星堂传》以后,罗承就变成了心狠手辣,阴险狡诈的人物。 但是小说中罗承还不算太坏,只是性格孤傲,心狠手辣,对待自己人还是可以的,只是在戏曲中,把罗承的这些缺点一一放大,衍生出了很多段子。 其中罗承算卦就是其中之一,实际上在小说中,罗承只干过向表哥隐藏回马枪和奸斩善雄信。 其他的都是后来人家的,其实我们看罗承这个角色,可以和善雄信弄在一起看,善雄信在隋唐小说中一开始的角色设定是反面的。 到最后变成了正面的,甚至说他是一波云天小关羽。 所以罗承和善雄信是有过矛盾的,善雄信变成了正面人物,罗承到最后慢慢的变成了黑化的人物。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罗承算卦一说,就是为了黑罗承。 综合来看,自从罗承这个角色出现后,经历了多次的演变,罗承也从最早的品行端正,慢慢的变成了阴狠毒辣的心机男孩。 所以才会有后来戏曲里罗承算卦一段戏曲,目的就是说罗承这个人不行,做了很多错事,上天都要惩罚。 所以减了50年阳兽,才会从73变成了23。 点个订阅不迷路,包包说历史带你一起了解历史故事。 检查 под周末。 线